家人们还是很给力的 这波又有粉丝朋友提供消息 就在我们西安本地有一个特别大的二手房车市场 我赶紧马不停蹄的就赶过来了 好多的二手房车呀 价格十万多到几十万不等 这下我应该能选到合适的车子了吧 我今天看的这款是2018年长城CCA四驱皮卡房车 说哥来了我让他帮我介绍一下这个车 这个车是一个18年CCA 也是一个朋友他放在这儿寄卖 他没用多长时间他要换一个大C型 因为他人比较多 全家一起出钱 他们得6个人 这个车是个5座 看一下 这个是踏板 这车现在是有500的锂电 400的太阳能 这个电池比我之前的大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前额头 但是他这是我在往上看 额头他这个板 哇这个还可以忘出很多 他这样子说是 C7他就是都这种布局 这个扇动前额头床这个多大 长度1米8 速的宽度长度的话也是将近18x1米8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天窗 如果躺着的话可以看星星 看星星看月亮都非常好 两边侧窗都可以打开 然后这个等会都有 阅读灯 那我们现在看下去上车 然后刚看到这块的这个 这就是一个卡座变床 一张床嘛 我这个放下来以后 这个就是一样的 传统的卡座变床 嗯 这个摇下去之后 它就是变一张床 哇那这个上面的话 就也可以睡两个人差不多 瘦瘦的那种 像我这个个子的话 睡两个就没点问题 瘦的 哈哈哈 这个块看一下 人家这块设计的就是 比较大一点的那种 之前踩的那个比较小 看起来暗暗的 然后它里面这个整个色调的话 就比较亮堂一点 对后面还有一个 哇后面好像是一个单人床 单人床 这个单人床也是达到了1米9 这块也可以睡一个人呢 1米9乘以60 那这个后面呢 那个下有没有空调 空调有一个原车的 原车的一个冷暖的空调 C7原厂的 这边也是有一个天窗可以打开 我发现这个车这个窗户比较多 而且床也多 对 房车一定要 就是这种天窗啊 能透气的 或者是换气扇多一点了 好 有时候它这个车风啊 比空调效果来的更快 我刚才这样看了一圈 我发现这个的储物间呢 基本上能利用到的空间 都给它利用到了 放东西的话应该是比较 对 这是一个水盘 嗯 在做饭的地方 这个扇动不带电磁炉 冰箱的话是个几十毫升的 几十的 对 其实为啥就是说里边啊 为啥不带个电磁炉啊 其实之前啊 就是我们也经常出去 经常也准备出去玩 就是里边有电磁炉的话 固定电磁炉 好多我们上次去阿拉善 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包放在这儿 这个电磁炉它没有单独的开关 然后跑着跑着把那个自动就触摸开了 有时候就不小心产生危险 其实现在就是电磁炉单独的就是 七百块钱或者买个便携式的放在那儿 要用的时候再用它 也是啊 我那个车上那个电磁炉 这次去新疆西藏基本上没咋用 想都是用那小锅 看看在下面这些红柜 给大家瞅一下 哦这个是灶 那这个也是那啥煤气道是吧 外抽拉的 烧煤气的 烧煤气道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先把里面给大家看完 哦这是抽的 啊这是抽的 这个空间也挺大的 这边就放一些杂物 这是拆暖吗 有拆暖 然后还有一个过水热 下面这个抽体也挺大的 哇 它垫了一个报纸 那个卫生间看一下 卫生间是吧 卫生间的这个空间差不多吧 这个卫生间是1米8的个子 可以站进的 我是1米76 我感觉你不止1米76 有一个换气扇 双向的换气扇 这边还有一个窗户 然后冷热的路的话洒 这个车是过水热 嗯 这边非常大 那边紧的 嗯 都有啊 这个旋转式的车拉麻图 嗯 抽拉麻图 可以就是在外面的话比较方便 然后对 对 随入随到 对随入随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侧门旁边这个 看一下那这抽拉灶 就在这个地方 这边这是一个车拉灶 它这是一个防风的 防风车拉灶 防风的一个车拉灶 这个上面说 这边里它也是一个放东西的一个盒子 可以抽出来 那煤气罐是在哪里 煤气罐 这个煤气罐是放在外边的 放外面 嗯 要用的话就放到外边 外边的话把这个管子一接 这个里面现在没有是吧 里面没有 这个煤气罐里面放不下 放一个三公斤的放下面 就是小的放 三公斤的可以放下面 这下面有一个口 放个三公斤的 如果大的话就得放后面了 大的话就只能放这后边了 后边其实它就是一个贯通式的 等一下看一下 这是后面的 嗯 这种感觉可以拍微电影了 嗯 看看像不像走啊 这个车看一下 原车带了一个发电机 原车带了一个发电机 就是不愁咱车上没电 哇这个大家伙 对 长城自带发电机 看看这种发电机 之前车上是没有的 所以它是不是之前的原车组用过 是吧 用过 原车组用过 嗯 带发电机就是 就是有时候你到户外 做个饭啊 那是啥 就拉着就不 嗯 它这原来是千酸母 嗯 你要带电磁细绣 就有个这你就不用家里电 就是想用那大电器 你人就拉你 嗯 嗯 这下面就是那个 就是随便放那个线什么的 外接充电线的接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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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车是原版的油漆啊 它是有400安的电池 500瓦的太阳能 还有就是尾巴斯特的燃油加热器 嗯 还有它的原车的这个空调 也有电视机 小冰箱 它是有85升 这个价格呢 现在是20万出头 今天看这辆车 大家觉得要不要拿下 因为我看的话 对这辆车跟我之前的大白比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四驱车 然后它里头的空间的话 比大白能大一点 有利也有弊 那它的弊端呢 就是做到前驾驶式的时候 感觉上去就是像开小车一样的那个视觉感 往往有时候可能会忽略它的高度 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啊 这个看起来这个内饰 是比我之前的大白亮 但是我个人感觉我的大白 我保养的更好一些 当然这个如果我要拿下的话 我还是需要把它做一些改动 那在这里 问一下大家 20出头这个车 要不要拿下呢